县政府表示 澎湖民众预约施打疫苗踊跃 预约数超过疫苗量 1到10类线阶段还不足2万5千剂 县府将极力争取 县府发言人陈其玉表示 美国赠莫德纳疫苗底棚 县府疫苗线上预约系统 自6月29日启用至7月4日指 预约量已超过疫苗库存量 县府版的疫苗线上预约系统 将自110年7月4日下午6点起停止预约 澎湖县政府在赖峰尔县长 在上周指示我们澎湖的 这边的疫苗施打对象 我们从第一类到第十类 都可以来施打疫苗 那在这样的一个指示之下 那在上一周 我们疫苗施打的一个情况相当顺利 那预约也相当踊跃 那我们预计在这个周六周日之前 那我们可以将中央所配发给澎湖 这边将近三万剂的疫苗 全部能施打完毕 那施打完毕之后 我们评估以澎湖的一个一到十类的一个总人口 大概就是将近 将近是五万五千这样的一个人口 我们后续预计大概还有将近两万五千剂的疫苗的一个缺口 那后续赖峰委县长会将跟洋药委员 还有刘成昭的议长会持续的向中央争取 拨补我们澎湖能够考量是离岛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充足的疫苗 让我们澎湖的一个乡亲 可以提高我们这边的一个涵盖率 陈政府表示 彭湖获配第一批六千零二十剂 美国赠莫德纳疫苗 第七类专案对象一千一百二十剂 即之前配发AZ疫苗两万一千剂 莫德纳七百剂 总计拨两万八千多剂 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施打两万两千多人 剩余的疫苗这周将打完 后续一到十类符合资格的民众 还有两万五千剂 县福也将吉利上中央争取 尽快完成全面施打疫苗的目标 记者陈荣誉报道